别写检讨了 今天 老子就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平德 下面 我们请今天迟到的夏瑞同学 来到国旗下做出检讨 反思自己的错误 接受全校同学的监督 本人高二九班夏瑞 今天因为迟到违反校规校系 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 故在国旗下向全校师生保证 快来 高一检讨的格式 高二就不用 升升级 胡老师 不 胡主任 胡主任刚刚的讲话 令我感到受益匪浅 更是让我想起了成华的校训 求识 互助 赌学 创新 我本着求识和互助的原则 在全校师生面前检讨反思 今天高二九班的南希同学 在上课林响起之后 依旧在学校里优搭 这引起了很不好的反响 我作为目击者之一 未能本着求识的原则 及时地向学校反应 更是忘记了互助的原则 及时地帮助南希同学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胡老师刚刚说了 千里之堤 溃于瘾屑 我不仅挖了自己迟到的遗屑 更是包庇了南希同学 迟到的遗屑 好 替我监督 让我成为一名 专层校的运校贵人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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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知道应该替他把检讨写完的 就知道让他自由发挥 准备出事了 不舒服 所以刚才有一家 有门份